北京时间11月8日CBA联赛第五轮广下对阵深圳队的比赛开打 凭借第一节就拉开的优势广下以121比98战胜了深圳 本场比赛小万元福特森的出色发挥成为了球队获胜的关键 他全场比赛轰下28分5个篮板15次助攻 从比赛一开始福特森就展现出了超强的手感 他里图外头连续砍分很快带领广下队打出一波高潮 将双方增长拉大到了20分以上 在深圳此后发起反击时福特森以攻带传 用他出色的串联能力带动了整个球队的攻势 要知道这已经福特森连续第二场面对强敌时有出色的表现了 上一场广下客场击败辽宁 福特森就打出了14分9个篮板18次助攻的逆天数据 截止到目前为止 逛下已经取得了五连胜登上了联盟榜首 而福特森也已场均27 2分7 6个篮板12 6次助攻的表现成为了整个联盟最出色的小外援 赛后主教练李春江表示福特森为球员做了很好的引导 从福特森的个人投入和对球员的指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如果福特森能够延续这样的出色状态 广下一定还可以将联盛一直持续下去 加累 加累